早安 我昨天從澳洲麥爾本乘搭了一日飛機 因為要轉機 來到紐西蘭的皇后鎮 這裡超美 這個城市很小 但很舒服 風景如畫 今天一大早就在去Bungie Jump的Middle Point 一直直走就已經是了 這邊上面就是今晚會去的Sky Line 這次在紐西蘭也是我第一次的Hostal Experience 其實之前也住過Hostal 但我沒有試過跟他們分享房間 這次就跟其他11個人分享房間 因為他有4張雙人床 欸? 嘩 今快就走到你了 不用走幾分鐘就已經到了要集合的地方了 就是這裡的Queenstown Bungie 他剛剛給了這張紙 那我就要填一些資料 在iPad那裏 剛剛簽完那個新死狀之後 就現在你排隊最恐怖的環節 就是要磅重啦 那磅重了之後 應該就會有個巴士在外面 然後我一起去那個Bridge那裏 其實它有不同的Location 做不同的Swing 那些Jet Shootover 那這裡全部都有做的 那我今天只是做G Jump的 這個Bridge就是我會做的Jump了 哇這個塊很Modern 然後這裡又寫了他多少年開什麼Bungie 有開什麼Swing那些 剛剛寫了這個東西是我挺重的 這邊呢 是我會上第三輛巴士 去到之後會是第四個跳下去 所以很緊張 有一點點怕過Sky Dime 因為Bungie是要自己跳下去的 主要是沒有Perish那些 就是扭著腳 沒事的沒事的沒事的 還有剛剛說了 我這次來紐西蘭是第一次住Hostel的experience 其實之前做過類似Hostel的東西 但是我是住Single Room的 這次是第一次跟別人share bedroom 住Bung Bed 但是我住那間是十分漂亮 那張床褥十分舒服 還有很有自己的個人的空間 還有它的Locker很大 可以讓我塞到手機 都蠻好 還有早上還有免費早餐吃 節省了那幾元不用買早餐 到我們了 OMG 好了 上巴士了 上巴士受死了 好 坐這裡 我沒想過會有這麼多人 吃吃吃吃 巴士很大班 除了我旁邊沒有人坐 這樣是要坐25分鐘左右 就會去到我 那個Site的了 緊張 刺激 Yeah 我們已經到了Site了 Creenstown是Bungie Jump的發源地 我現在就在Creenstown的第一個Bungie Jump的室室 一會兒就準備跳下來了 好不舒服啊 這裡就是Jumping Site了 我稍後就會在這條橋上跳下去 這裡其實是45m而已 但是我不是說特別不高的 原來這個號碼是沒什麼用的 他說你喜歡什麼時候自己跳就行了 這樣 這樣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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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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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 我已經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因為怕所以鎖 還是痛所以鎖 我剛才說我們有這些照片 說了給鏡子 然後我們去走 你跳上就像 Superwoman OK 我期待會有什麼好東西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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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香港 有種 要得來嗎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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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說 我現在不需要跑 好看 5 4 3 2 3,2,1 啊!神經病啊! 我那個Skydive很多了 我以後都不玩了 Oh my god! How was that? It was scary! Hello camera!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guys! 哇!好恐怖啊! 跳下去那一刻真的好恐怖啊! 神經病啊!神經病啊! 神經病啊!神經病啊! 其實我覺得我一跳下去的時候 應該我自己的樣子什麼都認不到了 我就是這樣 好恐怖啊! 以後都不會做這些事情 要自己跳下去那一刻 Oh my god! 我心裡好像快要跳出來了 我覺得最恐怖的一刻明明跳了下來 他打上去又要搖 又要上去又要搖 是最恐怖的 Bungie Jump呢! 就真的 玩一次就夠了 真的玩完Skydive之後 玩完Scooba Dive 我可以立即玩第二次 但Bungie呢! 我真的沒有勇氣了 一上完樓梯 回到來 他就跟你說 Just jump! Today only! 2nd Bungie! 75元! HELL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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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會購物 啊! 這件啊! Pullover也不是Hoodie 但是Pullover也要$100 算了 我不買了 我們剛剛跳完之後 就回到 Queenstown的鎮裡面 為了獎地一下自己 這麼聰明 真的跳下去了 我們現在呢 就會去的Ferc Burger那裡 Shout out to Caitlyn 我在Canes和Sydney都跟她一起去過tour 她介紹了這間餐廳給我 我們現在就會去試一下她的餐廳 有多好吃 住Hostel真的很方便 因為距離哪裡都很近 其實我後面一直走 不用五分鐘就會回到去 感覺到前面已經大排長龍了 因為今天是星期六 這間餐廳很出名 這個就是一條隊 這個就是他們的菜單 我剛剛問了那個Host 他就推薦了Verg Deluxe 剛剛點了 大約等10-15分鐘就跟我們了 等了一會 但是東西一定來到的 但我有位置坐下來 外面這裡 鏡頭是有得看你的號碼 什麼時候準備好 剛剛拿了我的order 很大的包 我不客氣了 剛剛已經吃完那個Burger了 真的很好吃 很大的包 好飽 剛剛那個Fries是吃不完 真的 Fird Burger 如果你來Queenstown的話 一定要試 要排隊的話 也是要試 是因為值得吃的 本來打算馬上吃個Gelato 但是太飽了 今晚才吃 他們還要開到很晚 Gelato Place好像開到凌晨4點半 Burger Place會開到凌晨5點 那我現在就要走回去Hostel那裡 因為我兩個camera的battery都已經 沒有了 我忘了差點 還有紐西蘭的東西我覺得 比澳洲便宜 但可能是因為南島 當然是 今天跟那些Bungie Jumping的人聊天 即是同團那些遊行 他們說在北島的東西 是比南島貴的 我剛剛在Hostel那裡休息了一會 看完剛剛Bungie的相片和影片 那 現在就打算去前面的湖那裡 拍一下風景相片 但是現在有些很低的 拍不到山頂 不過現在有些毛毛雨 天氣都不是那麼好 就在我走到湖邊的途中 越落越大雨 所以我隨便進了一間souvenir shop那裡 逛街 旁邊就已經是Lakefront了 大部分都是木雕 還有他們有那些 類似Seashell的東西 藍藍的 但檢查了天氣 預報 他應該今天打後 都有40% chance的下雨 我想應該都拍不到山頂了 所以還是在時機遇 breast 才多下雨 剛才就是說這些 优西蘭很多這些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漂亮 但原來它是 ESSEL獨有的一種鮑魚殼 有關采藍色的 哦 这里有圆脊买的 就是这些了 然后弄到它们变成饰物就买10元 圆脊买也要十几元 海边收拾回来都可以 哦 这边是娃姐头的 哇 这里全部都是吃东西的 我想说我还好饱了 刚刚我的Burger真的搞不定了 好饱了 这里外面就是那个Lake 你看下多大雨 这里后面都蒙了 那些云搞到 这里本身可以看到上面有些雪的 那些山 这一边也是 整件事真的很好吃 那天都不喜欢我 原来这里后面是市集 一下雨那些 他们在这里收拾东西 连市集都没得看任何 那由于外面还在下雨的关系 然后我在Beach Street那里找到 本身今晚想吃的Mrs. Verge Gelato 所以我就买了两口 上面这一口是Pokey Pokey 那就是Honey Corn的味道 我觉得有点像Butterscotch 那下面呢就是我除了绿茶之外 最喜欢的咖啡味 我说是Double Espresso and Dark Chocolate 上面这个已经试过了 我摸一下下面的味道 哇!很浓的咖啡味 正啊! Pokey Pokey 里面还有一些Crunch 这个是Honey Crunch 也很好吃 它一个味道是5.5 两个味道就是6.9 我已经吃完薯糕一时间了 那刚刚再看 今天晚上变了80-100% 那现在其实一直下雨 都是没有停过的 那所以我想今天 都是不去Skyline了 因为上去都是什么都看不到 很大漠又多云 又下雨很梦梦梦 所以就不特意再上去啦 就要5点多起身去 趕去机场那里 坐飞机去Rotaroa 但是Queens Town这个行程真的很短暂 我会再回来的 因为想不到原来是有这么多东西 而且真的风景很美 好了!Queens Town一天由我们今天到圆节 我们之后几天在Rotaroa再见